那隻保羅盛泉 接著第二位是敏捷神區 再後面的第三位 來蘭就是那隻一先生 第四位外面閃聖寶區 後面的四匹馬 分別有柏林探哥 拍著外面粉紅帽尾衣 是很好心得 後面兩隻 淺藍衫尾衣 紅愛蛇 暫時電流仍然是灰馬 紅衫那一匹就保然得得 接近這個800位斷處 自序上動動都沒有 保羅盛泉 是很輕鬆地放在前面放 接著第二位是敏捷神區 內蘭第三位是一先生 灰馬閃聖寶區第四位 第五位外面粉紅帽 很好心得 尾三是內蘭 就拍著臨探哥 後面那一對 淺藍衫埋便是紅愛蛇 在外面是保然得得 轉彎入直路 前面保羅盛泉 仍然是佔先一點 看到中間位置是敏捷神區 灰馬閃聖寶區在外面追 第四位埋便是一先生 第五位中檔又很好心得 外面上了一點 是紅愛蛇 最後二百多米 看到這隻佔先 還在埋便保羅盛泉 中檔位置是敏捷神區 外面還有閃聖寶區 內面是一先生 接近中的保羅盛泉 到不到呢 敏捷神區在第二位 接近中的保羅盛泉 認真厲害 贏出出道以來 第九場的頭碼 跑第二名是敏捷神區 第三就近了 埋便黃衫一先生 是不是臨門過了那隻灰馬 閃聖寶區就要拍照 發揮得很漂亮 中逆禮 透天金吻 接著逐步加速 回來保羅盛泉 吃住一個新位 先到終點 跑第二名 追逐一條直路 都追不到的敏捷神區 第三名就是一先生 跑第四 一號的閃聖寶區 其實閃聖寶區都是追...